台大校长领选结果在昨天晚间出炉 由现任台大医学院长杨叛池出现 这是第一次非官派台湾本土博士出任台大校长 击败同为任门人选的前云科大校长杨永斌 国科会主委朱静一等人 观众朋友或许对杨叛池很陌生 其实身为国内肺癌权威的杨叛池 就是之前治疗名模林志玲坠马受伤的主治医师 被媒体形容为个性低调生成的杨叛池 未来将如何带领台大各界关注 3月11日台大校长领选委委员会晚间宣布 由现任台大医学院长杨叛池获选 以11票唯一过半的候选人之资出现的杨叛池 是台大第一次非官派 也是历届首度出任的台湾本土博士 今年60岁的杨叛池 毕业于台大医学院临床医学研究所博士班 2006年获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 隔年接任台湾大学医学院长 专长胸腔重症医学 肺癌基因体学等 致力肺癌临床研究 事国内肺癌权威 林百里 孙悦 陈定兰等人 都是她的病患 也是名模林志玲坠马受伤的主治医师 曾获选台大教学杰出奖 十大杰出青年 教育部学术奖及国家讲座等 从大学到博士学业 都在台湾完成的杨叛池 被前中研院长李远哲称为MIT院士 但将要成为台湾最高学府台大70亿校务基金 学生人数高达3万3千多人的掌舵者 医学院出身的杨叛池 有自己的想法 希望台大未来挤进世界前50名 培养学生的专业能力与国际观 台大毕业的立委与在学学生 也说出自己对新校长的期待 台大的资产最重要的是人 特别是台大的学生 他比成为第几行排名都更重要 因为如果说他是个开放的空间 有自由的学风的时候 在这样的翠力跟竞争之下 他一定就是世界一流的大学 他人蛮不错的 我觉得他上任应该可以帮台大做一些 像是还不错的改革吧 就希望他可以脱离政府的控制 因为毕竟如果受限于教育部的经费 而听听政府做事的话 我觉得这不应该是大学该有的理念或方向 杨畔池将决定未来4到12年 台湾产学界的走向 这位MIT的医学博士 是否有带领台大迈向世界一流大学的能力 6月份交接之后 各界将持续关注 新唐人亚太电视 郭云台 如天长 刘兹亭 李晶晶 台湾台北报道 栀兆